三重区并华国小的国乐团发展历史悠久 而且历年来都获得相当好的成绩 这次再度获得新北市特优 也即将代表新北市参加明年的全国音乐比赛 团员们加紧练习 希望可以为新北市争光 虽然只是平常的练习 却依然表现出专业的水准 并华国小国乐团日前参赛获得新北市特优 即将在明年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赛 我都需要人群 那所以说我在教育孩子上面 尽量就是时间观念 我音乐就是时间的艺术 那时间过了就过了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做什么事情 我一直跟孩子们讲 这个时间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才是最重要的 那这样才会达到应有的效率 我们才会相对的才会有 练到这样子不错的成绩 国乐团的优异成绩不但有目共睹 乐团也有一定的制度 所有团员都会历经四个阶段 没有表现优异才有机会参赛 现在成立是27年 民国80年到现在 然后现在学生人数有120个人 那我们新生进来会有一年到两年的锻炼期 那叫新生 那再来锻炼期晚会进入到所谓演奏团 那演奏团就是出去表演啊 庙会啦或是外面的演出啊 慈赛演出 那最后呢才进入到比赛团 那比赛团里面呢又精选出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就是大概师族团 所以我们等于是有四个团体 从最高的师族团 比赛团 演奏团加新生团 那我们是一层一层 也是要用考试的 所以呢 我们毕华国桥成绩能这么好 老实说是我们指挥啦 还有我们学校 尤其是我们现在赖森华校长来 跟我们卢主任来 把我们这个忙 制度非常的健全 国乐团的训练相当扎实 虽然过程当中难免觉得辛苦 但是团员也确实不断的成长和进步 所以学到现在有五年有吗 六年 六年来就是学习当中 印象最深刻的情况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 印零级吧 因为我那时候有学二虎和笛子 学二虎的时候都会哭 因为二虎好像很凶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吹笛子就会笑 所以觉得就是后来有坚持下来 到现在就是 就是大家一起出去比赛 然后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绩 有什么样子的感想 还蛮不错的 有蛮开心的 今年国乐团再度获得特优 指导老师或是团员们并不以此为满 仍然持续不断练习 希望能在明年的全国赛中拿到更好的成绩 记者房间卡琳锦银银银银银银银三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